好 确实现在凯米台风它是一个强烈台风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 就会是风雨全台湾最明显的时候 一定要警戒 尤其现在以这个凯米台风来讲 它距离台湾的位置大约只剩下中心部分 大概剩下20到30公里而已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几乎就是在我们的近海这边不断地打转 预估在深夜的时候 中心就会登陆我们在宜兰或是花莲一带的陆地 但是为什么除了要关注这个强烈台风凯米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 现在这整个凯米台风它的强度这么的强 跟极端天气是不是也出现了什么样的关联呢 尤其我们都知道今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是反胜阴年 所以现在在整个太平洋上面海面上面 西北太平洋这边海温相对是比较高 目前的海温条件大概都来到30到31度 是非常有利于台风生长的 可是过去其实要生成强台的距离都是拉得非常的长 这一些台风他们必须要在海洋上面吸满了满满的海水的能量 所以过去其实要生成强台 大概都是从关岛一带 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一路来吸收这些海水的能量 才增强为强台 但是带大家进一步来看看 这一次凯米生成的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 这个地点对比过去其实我们都说了反胜阴年 生成台风之后距离台湾等于就是在我们的家门前 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预警的时间会是相对比较短 所以原本大家预估说距离这么的短 就算海温再高 可是它靠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到中台 甚至到中台上线 没想到现在居然是升级成为了强台 你就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之下 现在居然连台风就在我们家门前也很罕见 已经升成为了强台 而且距离对比过去在海洋上面的时间 大概只剩下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极端气候之下 没有最剧烈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剧烈 所以也要再提醒大家的是 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雨到底会怎么下呢 尤其现在整个雷达回波图上面 你也可以发现它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了 如果说在今天深夜登陆的话 预估在明天清晨五点到六点这段时间 可能就会从新竹或者是桃园一带直接出海 但是出海之后 北台湾的雨开始慢慢地缓和下来 后面还有什么 就是除了包含了西北风之外 还会有西南风带进来 这一些水气呢 其实在整个台风的水气影响情况下呢 会是出生了超大豪雨等级 所以降雨很明显的 最明显的时间点 就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一整天 整个西半部地区呢 都会是属于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尤其这些紫色 甚至呢已经紫到发白的地方 一定要小心 风雨都会是最剧烈 今天呢 累积最多的雨量呢 就出现在宜兰的大同乡 这边累积雨量 两天已经来到了900毫米以上 这样的雨还会在持续累积 尤其到了星期五之后 整个北台湾 雨势呢会开始的趋缓下来 可是我们一再提醒 在它过山之后呢 整个西南风被引进来之后 南部地区这一个雨 还会在持续下 所以在未来的这几天 包含了北部地区先是要警戒 而至于中南部地区 要一直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都还不能大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 累积 我来在坏 ��崖 葱 ~~ 推返 他 杨 品 环